澳门基本法实施20周年 国务院副总理韩正 全国人大委员长律战书等领导人 在北京出席座谈会 律战书说在特别行政区 不存在脱离宪法的宪制和法治 律战书赞扬澳门之余 说香港都要好好领会中央精神和宪法 有些工作中央对香港和澳门的要求是一样 由谭晓同报到律战书的说法 座谈会是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 国务院副总理韩正 外交部部长王毅 全国政协副主席何考华有出席 但没有发言 律战书说有三个体会 包括澳门能够全面准确观设基本法 是因为全社会有广泛的国家认同 国家有很强的国家观念 宪法观念 他说澳门切实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 令澳门保持长期繁荣稳定 提到09年完成23条立法 去年设立由特首担任主席的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 完成国歌法的立法工作 又主动修订立法会选举制度 增加防毒条款 规定参选人必须拥护澳门基本法 他对澳门有效实施基本法提出四点的希望 他又希望澳门加强推广宪法 和基本法同时继续建立维护国家安全的制度 栗战书发言超过45分钟 他讲完四点希望 没有看广告提到香港 很多中央对香港我们的要求也是一样的 座谈会大约两个多宗 发言的还有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张晓明 他说澳门行政、立法、司法机关 都自觉尊重中央的全面管治权 赞扬澳门是落实一国两制的榜样 有视电视记者谭小涂部到 接受掌握游线新闻